把這個 冒號前面那籃包含冒號要把它刪掉的話 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啦那方法很多 不過你會發現如果用函數 有沒有什麼函數可以解 如果說假設你想說老師那可不可以不要不要函數有沒有更快一點方法 其實像我如果不用函數的話有一招了其實你可以用握的來就可以把它解決了 握的就可以解決 不過你可能要分很多次喔 我教過一個方法以前如果說要把某些資料切掉的話 你可以就開那個握的就可以不過當然 這是方法之一啦方法很多有時候你要解決問題 有的時候 至少一定要找出一個比突發鏈剛來的快的 那你可以怎樣這這個範圍資料如果要去除那個時間有沒有你可以砍充C嘛 然後呢你切貼到握的裡面 這邊有個選擇性貼上有沒有可以只保留文字 然後把但是你要留下什麼後面前面不要吧特別叫選取啊 不知道各位知道選取的時候 我只要選這一邊我不要選這邊要怎麼選 你如果這樣選一定會選到的 有一招不知道各位知道按LT LT按住 LT按住然後這樣選 有沒有發現 只選右邊不會選到左邊有沒有 有沒有那這樣子的話你可以找Ctrl C Ctrl C之後有沒有LT按住啊 然後呢 再把它 貼回來會不會會不會正確呢 有沒有 哦哎左邊的不見了對不對 不過我自己的三也是突發鏈不過應該會比突發鏈剛快一點 喔對 但是還是不夠有效率啦 不過我是跟各位講啦方法很多啦 你 如果 一定要自己找一個 不過有時候你函數剛好解不出來啦 反正就先將就 至少 比那個你慢慢刪來的快 OK這個是一招喔 關鍵就是什麼 以後你要選選取 某一邊 記得按LT 還蠻方便的 有沒有 Word裡面這個 還蠻好用的功能 因為有常常有一些時候啊 就是 這也是一種解決方方法 OK 選 某一邊的資料 OK這個Word裡面都有 那如果我們不用這個方法我們用Excel裡面的方法該怎麼辦 裡面有兩招 你要不就是用一個函數叫repress 要不就是用另外函數叫mid Mid 不過我覺得這個地方好像mid 比較跟之前的比較接近 那mid的話基本上就是 他會跟你要幾個訊息 假設我先把公式先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的話呢 先取消一下 把公式 剪下 再插入一個函數 文字 那你 這個地方有兩個解法 一個是用repress 一個是用mid 這個可以 那另外這個repress也可以 好 那我們先講什麼 假設我先 講repress好了 按確定 repress呢 他會問你 這麼多個問題 四個問題 所以你就是要看懂這個四個問題 我想 以後 你在做那個 函數的應用 即便你完全沒用過 我 不過你會發現 他裡面 蠻多函數都得一同的 第一個 顧名思義 repress取代 對不對 order test 指的是你原來的文字是什麼 就把剛剛公式貼上 對 第一個 第二個問題是說 請問你要取代 從哪一個字開始取代 那我應該從第一個字開始 所以輸入1 其實repress 意思是說 從第幾個字開始取代 那我就第一個字 入職 時間 冒號 所以有幾個字 五個字 意思是說 Lumber chart 意思是說 從第一個字 被影響的有幾個字 有五個字嗎 那你這個地方 你當然 理論上當然 如果這一欄是五啦 不過你想說 可是下一欄不一定是五啊 下一欄幾個 123個 不對啊 所以怎麼辦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幾個字 我們可以用什麼 入職時間 剛好有沒有 姓名 跟 差一個 冒號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有幾個字 來算 那我們幾個字用什麼 LEN還記得嗎 LEN就算幾個字嗎 入職時間 他告訴你四個字 你知道怎麼樣 加1不就好了 冒號也要嘛 好 那 可是特別注意喔 D1這個地方 記得喔 請你把 D不用鎖 因為等一下會變E變F 變Q 那可是E的話一定是要 算的是欄位 所以E記得 一定要鎖 如果E沒鎖的話 他往下 他就會去抓下一列的長度 那就不對了 所以E鎖起來 那NewTest的意思說 那你要把 第1個字到第5個字變成什麼 變成沒有啊 那沒有在 ECEL裡面怎麼表示 沒有喔 不是沒有 沒有不是 空下來喔 我們是沒有字 沒有字就是空字串 還記得吧 打什麼 兩個雙引號 就意思就是沒有字 有沒有看到 這個時候請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原來資料 這個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發現是不是我們要的 沒錯 日期留下來 其他 前面的 剛好刪掉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邏輯吧 repress意思喔 所以你只要看懂前面的敘述啦 這些不是用背的啦 所以基本上 函數啊 反正 一段時間沒用也沒關係 他前面都有提示嘛 照著 照著給他 他要的東西 回答他要的問題 那他當然就會給你 你要的結果了 有沒有 OK 其實以SEEL用起來還蠻人性化的 他基本上你不用急著把那個問 就是你看底下 對還是不對 你再決定 按確定 好 那確定一下 比較關鍵是1把剛剛的功誌貼上對不對 從第幾個字開始第1個字 影響到第幾個字第5個字所以把他的長度 加1 5個字 取代成沒有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我向右 向下 全部OK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用repress 可以 解決我們的問題 但是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用Mid呢 有沒有辦法 Mid函數 你這個地方你可以加上 你要再練習你可以加上 再把這邊 改個Mid 如果我用Mid的話 不過 你可能要先把它恢復啦 恢復會不會恢復 index到哪裡 到這邊嗎 刪掉比較好了 這樣就恢復了 打勾 那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Mid函數的話 一樣 減下 根據這個LEN 錢瓜糊 這個裡面的字 幫我加兩個字 因為我入職時間 這個冒號的 在後面一個字 所以加兩個字 那你要抓 從第六個字算起你要幾個字啊 我要12345678910 10個字 你想說 有字有長有短啊 那這樣怎麼辦 其實之前我就想說那我要怎麼去算總共要幾個字 後來我發現 其實不用那麼麻煩 你只要輸入一個數字就可以了 99 因為我還想說我幹嘛要去管他幾個字 我後面的字我全部都要啦 所以呢我只要輸入一個什麼 這個數字只要是大於那個總字數的就好了 反正後面我全要了嘛 我管他幾個我全部要了就對了 所以後來發現 對齁輸入99就好了 對齁 所以有的時候啦 真的 不需要一直鑽六角尖啦 有些時候答案齁你會發現齁 我經常在寫 這個VBA裡面也寫一樣的啊 有的時候齁你不用管幾個反正後面全要你就輸入一個大於他的 那個字的長度就可以99 OK 你會發現全部抓回來 按個確定 那其他當然一樣了你就向右 向下 其實結果齁 剛剛可能還有什麼沒有鎖嘛 這邊有沒有 對 剛剛這個1 有沒有 還記得啦 OK 所以你會發現還是會遺漏 智者千律還是必有一絲 所以有的時候 其實沒有那麼厲害了 但是 即便錯了 但是你要知道你到底錯哪裡 OK 所以這個也是 因為我錯了沒關係 反正呢 錯了就改正就好了 沒有人那麼 那麼厲害 也不是每個人都聖人嗎 所以 一定也會犯錯的時候啦 OK那就直接 向右 向下 OK 他就乖乖聽的話 所以有點 其實 如果以後 以色列全部都聽你的話 那你會發現 很容易耶 做幾事還多麼輕鬆愜意 對 而且跟他相處起來你會越來越喜歡他 對不對 你看到他就覺得很開心 終於又可以 還怕沒有難題啊 只怕 就是怕說 所以任何事情都可以 很快就搞定了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主要的重點 一 先利用那個 replace函數 把1234做出來 那做完之後 試試看 利用 用一樣的方法 把他 再複製一個 把他改成mid 當然如果答案如果不ok的話 請各位參考一下雲端 雲端上面我這邊都 都已經有做了那個 蠻詳細的那種 答案 放在這裡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這些動作 都不是用背的 也沒有你要去背 你最重要是 你要能夠 很流暢的把 他需要的 參數的那個問題的答案給他 他就會幫你把你最後需要的結果還給你 那函數基本上 他的邏輯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互動式 請各位試一下